最先消息 瓦格纳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莫斯科郊外 此前宣布调停成功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专机已经到了土耳其 而三架俄罗斯总统专机已经离开了莫斯科飞到了圣彼得堡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 此时的莫斯科已经戒严,街上空无一人 莫斯科警卫队看来并不会准备和瓦格纳军团大战 而昔日和普京是好朋友的瓦格纳军团领袖 普利格金打出的口号是清军策 意思是去除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大将格拉西莫夫 但是现在看来普利格金更有可能像袁世凯一样期待普京的位置 瓦格纳的策略也是闪电战 在周五晚突然从乌克兰返回俄罗斯后 原来以为会在边境线和俄罗斯正规军交战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俄罗斯军队对瓦格纳的态度非常暧昧 也导致了瓦格纳军团兵不确认一路1200公里上网莫斯科 我觉得普利格金这个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就见过多次 到底他想做董卓曹操还是想做袁世凯 或者是会造成五代十国的大乱 一切都变得非常有趣